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阿宁婆又在用牙齿磕井边的石头时 邻村的男人给阿宁婆带来一个好消息 最后表妹丧了丈夫 问以后能不能跟着陈铭过日子 阿宁婆喜出望外 问了对方表妹的年龄 没想到 加了陈铭头岁 阿宁婆简直高兴坏了 赶快跑到田里 告诉陈铭这个好消息 可是陈铭看着身材一一的母亲 却是一脸忧愁 他舍不得丢弃母亲 可是村里的人一致认为 到了年龄不去游山 是会遭报应的 他背其瘦弱的母亲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母亲说到 冬天 你就该这样背我去游山了 这句话 让陈铭的内心非常饱受 但他 也改变不了什么 回家的路充满祥和 但陈铭却听到村里的人 在哼那时候嘲笑母亲牙齿的歌 他记得冲进哼哥乐人的木屋 我已经全然就要打他 在得知是儿子编的曲后 更加愤怒地拿起棍子追着儿子打 儿子仍旧不知悔改的最后奶奶 你什么时候上山啊 等到第二天 是一年一度的解释节 阿丁婆煮了一锅白米饭 饭家已拿着隔壁的老头 他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其实老头早就到了去游山的年纪 然而不管儿子怎么逼迫 他死活都不愿意去 所以狠心的儿子 现在选择不给他饭吃 老头整个人饿得是啥皮包骨 阿丁婆同情地安慰老头 刚还没等老头吃过白米饭 他的儿子就赶紧将他抓了回去 早急的阿丁婆追出门外 就看到一位妇人带着行李坐在梦顿上 而这位妇人就是她的新媳妇阿玉 前前的早急一扫而空 赶忙来到阿玉边上 温和地告诉她 早知道你要来 我就应该去接你了 依据简单的话语 在这平级的山上 却格外的温暖人心 一瞬间 阿玉就喜欢上了这位新婆婆 可是阿丁婆就因为自己的牙 而感觉对不起媳妇 带了人的疼痛 活生生地在石头上 咳碎了自己的牙 然后情不自禁地 卢出了笑容 连这样的疼痛 好像并不存在 阿丁婆只认为自己不会再给儿子丢脸了 可当所有人见到阿丁婆 那轻松的面容 都是她的躲到一旁 她不认为阿丁婆 是为疯婆子 这后陈平看见母亲的张脸 急急忙忙地 将她背回家中 正好看见阿玉 再吃白米饭 这让陈平苦不堪言 看见一年只能吃一次的白米饭 和疼痛奶奶 还笑着的母亲 疯了般地给家人宠白米饭 这一幕 任何人看了都会心碎 时间飞逝 请求来到 陈平和阿玉的母亲 一起割完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 碰到当初的老头正的单财 腿因为受伤 还一拳一拐地走着 阿丁婆走上前去 辅助了他 问他儿子这样对他 怎么还不去友善 老头痛苦地说 他不想孤独地死在神山上 任何人都惧怕死亡 任何人也都害怕孤独 在吃饭的时候 孙子和他那个大胃口妻子 问阿丁婆 什么时候上山啊 阿丁婆笑着说 等到过年就该去了 这句话被一旁的陈平听到后 就用布盖住了脸 躺在地板上 不说话了 他很难受 非常的难受 而阿玉也偷偷地到门外 擦去眼泪 他同样也舍不得阿丁婆离开 可突然 外面传来一阵喧闹 原来村里的宇春家 偷了别人家的粮食 被抓住 在外面拷问 所有人搜刮宇春家的所有粮食 能给大家分享 全村人 不顾宇春家的十二口人 任性的阴暗 在此刻暴露无疑 可归根结底 都是因为一个字 穷 之后 阿丁婆把阿玉带到自己 常常捕鱼的地方 准备在山山前 把自己的捕鱼技术 交给阿玉 可却刚好碰到村里的人 在野蛮于春家的十二口人 离过年 还有四天 阿丁婆推着陈平 去找村子里的长老们 做上游山的最后仪式 长老们告诉阿丁婆和陈平 上山时 一旦过了七谷 就不能回头 一旦进了游山 就不能说话 这些都是规矩 等到所有人都散了 其中一位长老拉的陈平说 在没有过七谷前 如果实在不舍 就偷偷回来吧 等到第二天晚上 陈平背着换上新衣的阿丁婆 告别的阿玉 就上山了 一路上 陈平越往前 越感到沉重 越往上 就越感到寒冷 然后跟着陈平感到痛苦的是 母亲一句话 也不说 他走走婷婷 三回恳求母亲 能够留下只言片语 可是母亲 只是坐着往前走的手势 他们过了七谷 已经不能回头 走进游山 再也不能说话 可没想到 游山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山上除了雷雷白骨 就是满山遍野的秃鹰 是云尘掩盖的绝境 这难道 就是山神喜欢的场景吗 阿丁婆冷静地 让陈平把自己放在白骨上 铺上包包的席子 坐在上面后 白手示意让陈平回去 陈平悲伤地抱着阿丁婆 哽咽地 说不出话 所有狠心地咬着牙 跑下了山 可在游山路口 他看到邻居的儿子 困着老头往悬崖推 陈平怒不可遏地赶去阻止 感激眼睁睁地看着老头被推了下去 他愤怒地去删凝聚儿子的脸 却被对方反击 在纠缠中 凝聚的儿子意外地掉下了悬崖 背着他的亲爹 离开了人世 看着这一幕 陈平更加地悔恨和恐惧 尤其在这时 天空飘起了额毛大雪 瞬间淡白了整个游山 他疯狂地 跑回了母亲身边 胜利俱下地重复喊着 妈妈 妈妈 男儿子看见阿丁婆 双手和石 跪坐在雪中 像已经凝固的雕塑 五十桶五溪 看着回来的陈平 看着不断飘落的白雪 轻声地对他说 等我们七十岁 一起去游山吧 片名 游山解考 这是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 在贫穷的年代 人类为了能够生存繁衍 竟然把丢结父母 当作天经地义的事 每个人都把这种血腥的习俗 放回贵念 我们可以指责 邻居家的儿子 对新生复兴的冷血残酷 可却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却看待陈平最终 还是丢弃了阿丁婆呢 在一个活着都不容易的时代 常常有比天灾人祸 更难以承受的苦难 所以 我们该多么庆幸 自己能够健康成长 在如今的生活 或许有些人 依然并不富裕 但起码我们大多数人 不再为温饱 而去烦恼 可事实上依然还有很多人 无法解决温饱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更新 以后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 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 别再抱怨自己的生活了 比你差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 与其抱怨 不如努力一下 改变未来 虽说不容易 但起码 得去尝试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